大家好,我是本来的关键一把,文静老师目前国服S1红蝶,呃,猫猫,可可将,这边拥兵,祭司,古董,空军,呃,不好打,红蝶不好打,这个阵容比较强呢,这个阵容非常非常的硬啊,就如果说你用兵器来形容呢,这套阵容呢,属于是,一把,嗯, 旋铁神剑,哎呦,真是,又锋利,哎,他又够硬,突破很难,很难,带了个金身,带了个金身上来抓空军,也可以吧,这个局空军这边,应该是能够判断的到,嗯,这个金身的吧,焦了嘛,也就焦了啊,焦了,反正这边,对吧,把你技能打了,古董商来救命啊, 但古董商应该不太可能过来,这边空军应该是要倒地了,这一波这个金身效果非常的好,因为空军枪交完以后,他就是个白板,那么对于一个,有强位移的红蝶来讲,这空军手里面,不管是双弹也好,飞轮也好,飞轮双弹也罢,你的牵制空间就这么多,啊,主要看点位,当时那个点位,只要那块板子过了, 就没有什么点能拦得住这个红蝶了,祭司这边过来打洞什么的吗,我们来看啊,佣兵这边怎么说啊,佣兵先把人救下来,一个护皮跳,好像可以无伤救,救完以后,祭司的话,这边是连大洞,他连大洞连的是古董,知道吗, 直接往前拦住这一个口子,空军现在的话,最后的一个屏障就是这边的窗口,一个加速,佣兵这边的话,打一刀,反正薄命还没结束,但这刀打完以后,待会穿大洞怎么办呢,因为这里,我觉得这刀打了祭司掩护,呃,但是没有提前打好洞, 可能祭司也没有想到这个,这边的话,有一个十秒钟的窗口机,呃,飞过来反手一刀震射,五秒钟以后精神好了,这轮怎么说呢,我觉得求生者这里,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打出这个效果,就也没想到你会打,多打一刀佣兵,对吧,追一刀好了, 等于说本来求生者可以通过这个大洞去延缓这个空军上挂的时间,但是呢,没有提前做好准备,同时这边古董商过来呢,精神其实差不多已经好了,古董商也没打出太多的东西,这一轮直接把求生者打炸了,全炸了,他们的状态炸开锅了, 这里一刀打中祭司,我觉得也没关系的,真的,这刀打,呃,打中祭司,问题不大, 怎么还有打赚的声音呢,呃,呃,呃,我好像,算漏了这个大洞,万一红蝶他没飞过去,这个点, 但讲道理当时那个神尾我感觉是拦得住这个大洞的 但机子其实差的非常非常多 就刚才的穷者已经炸了 炸到什么程度呢 就伤口已经撕开99%了 现在的话呢也就最多对吧 稍微回来一点 稍微回来 刚稍微回来一点 现在又全给打回去了 这波震慑基本上已经宣告这把红蝶能赢了 红蝶已经拿下了 因为外面的空军不可能过来 这空军是个挂飞 古董商过来呢 金身CD又好了 就是这把的一个金身的一个效果 其实真的蛮不错的 他该有金身的时候 他都有金身对吧 漂亮 这波打完 甚至还要再放个蝶往前面压过去 古董商过来 还想偷袭 我知道你要偷袭 你过来 你过来 你一个约门过来 我反手金身 金光一响 切船 传送落地 找空军 打的也是真的凶啊 哇 这一波 我都没想到他会直接传送 因为他当时守着这个祭司就可以了 密码机不够的 而且当时祭司那边也是一台遗产机啊 讲道理 这一波的一个传送啊 你真别说我觉得红蝶还真不转 但传送挂飞之后再飞天再落地把这佣兵抬了呢 那确实是赢了 因为为什么 就那守着那个祭司 古董商来救 我有精神 你打不出东西来的 这祭司难道能跑吗 那跑不了的 这空军放在外面等会慢慢处理就好了嘛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再来看最后的机子 这边刚才空军的遗产机 祭司去补 古董商过来救佣兵 最终结果上来看 好像并没有像我刚刚所说的 一定能多抓 我感觉好像确实 这里那边佣兵人救下来还能慢慢打 还能慢慢打 这边过来找这个上挂飞的 抓祭司 穷人得赶紧赶过去 祭司现在手里面已经没有动了 满状态是满状态 但只有两刀古董商过来保人 古董商过来保这个祭司 可以的 因为你这边已经切身传送了 但这边瞄眼 看那个密码机 有没有在动 没有在动 古董商单保祭司 佣兵担休 那回头好了 有传送 回头好了 佣兵敢碰密码机 回头 找到佣兵 将佣兵击倒 佣兵是一个名 不一定 在红蝶眼中不一定 我们知道是个交自己 但是红蝶眼中不一定 外面重新起机子也没有错 求生者还在做最后的一波抵抗 但这个佣兵是个二挂 机子的话 二十 你还这边说 红蝶这个时候不太可能再去传送了 这个节点不太可能再去传送了 因为这边他传送过去 有一个什么问题 人来把 就这个祭司 但凡稍微多坚持一会儿 人就下来 那边密码机差的不多 我们看机子差多少 这密码机要差到40% 真差的不多 只可惜红蝶的第一波飞飞的太惊艳了 上来直接楼梯上面起了一刀 还能撑吗 古董上还能赶过来吗 古董上如果赶过来 好像还有时间 还有时间 来得及吗 来得及吗 兄弟 等我 兄弟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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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哎呦 小哈 这把打的也是太凶了吧 庄园第一文静 那哪文静呢 打得跟个狮子猛兽一样 哪有这么打的嘛 对不对 讲道理啊 大家这波 我是真的觉得 这波传过去风险很高的 但凡哪刀没打中 祭司 比如说你是正常两刀 不是落地就直接第一刀秒的 这个局就是三人开门战了 三人开门战的传送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 传送CD是没有好的 所以说最终球者是有可能保平的 但他守着那个傭兵就不一样了 守着那个傭兵 是个三人不贴门的开门战 对吧 古董上救人 傭兵脸上 然后祭司压击 三人是不贴门的 他把傭兵处理到挂飞以后 手里面捏着传送 再去留下一个人 这个局多抓面是大于保平面 不 远大于保平面的 或者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保平面 我说的没错吧 这里还有地窖 等会儿 这里还有地窖 反手一棍 四秒止隔 傭兵那边门开了 古董上有没有飞轮 有飞轮好像走了 哇 这给求生了保平了 打得真好啊 这个局 哇塞 真的 让我大开眼界 会儿 对呀 这给求生了保平面就会